好 視野主播 巴黎奧運的賽事最新消息 來關心到羽球好手戴茲穎 第一場比賽是順利拿下來了 而他說這場比賽 他在持續的找尋狀態 不過重頭戲就是31號 他要對上的是 他的好友間宿敵泰國名將伊瑟農 這過去兩人交手次數可說是非常的多 兩人一共交手了35次 那個戴茲穎是占據優勢 35次當中拿下了20勝15敗 所以是一個甚多輸少的一個贏面 即將兩人要迎來第36次的對決 這也攸關是否晉級的關鍵 因為是小鼠在第一才能夠晉級 那雖然拿下了一場比賽當中 現在目前戴茲穎還是說 他還在找尋狀態 過去兩人交手次數非常多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當然就是上屆東京奧運在八強站 兩人交手全台觀眾 都在看了那一場比賽 戴茲穎真的是相當的出色 那場比賽成功擊敗了伊瑟農 現在兩個人要繼續的 在這個奧運的舞台來登場 對於小代來說 現在雨台F4人人都有機會 包含像山口芡 伊瑟農 這些都是有機會 可以來衝擊到奧運金牌 那目前要過的第一關 當然就是要再次的擊敗伊瑟農 擁有過去的一個對戰優勢 但現階段來到生涯末端 兩個人都要拼戰 最後的一個奧運榮耀 我們也希望戴茲穎能夠找回狀態 持續的把自己的狀態調整上來 喜白伊瑟農 在這個奧運的舞台 拿下一個完美的據點 以上是TV新聞 在巴黎的連線報導